指數裡頭有一個比較特別 叫做殼體松 指數極低 到底殼體松是什麼東西 幾乎沒聽過的 可是它其實對我們身體是至關重要 當你長期持續的壓力 你的殼體松就可能產生變化 大家好 我是晨熙梅醫師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明華 歡迎收看明星醫療室 帶你暢聊醫學大小事 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不只在暢聊醫學大小事 根本就在聊時事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跟得上時代在走 我今天想要講一個人 這個人其實算是女性的新聞界 一個非常佼佼者的一個女性 而且感覺她就是很有智慧 就是晨文倩小姐 她大概在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她其實因為身體喘不過氣來 她就緊急去醫院做檢查 結果在做檢查的時候就發現了有肺腺癌 她儘管已經做完手術 可是呢 她的一個症狀持續的存在 比如說她還是可能會喘 她是會有一些她覺得不能理解的狀況 她前段時間她去到台大的風水免疫科 做了一些一系列比較特殊機密的檢查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比較罕見 跟比較沒有辦法解釋的一些症狀 指數裡頭有一個比較特別 叫做殼體松 指數直低 這個殼體松的指數要嘛就像跟仁瑞 或者是你的腦下垂體萎縮的人 他才會有因為他失常會昏倒 他甚至有一次昏倒 他是被他家狗狗 就是可能在他身上踩踏 把他叫醒了 家有一狗 乳有一寶 最近其實大家真的會討論叫做殼體松 它不是一種肉松 因為我怕大家會覺得說營養師在這裡 是不是要介紹說它是一種什麼名菜還是什麼之類的 殼體松是一種激素 一種體內的荷爾蒙 有那麼好笑嗎 那我們其實很多人都會討論說 到底殼體松是什麼東西 我必須要說它是一個你幾乎沒聽過的激素 可是它其實對我們身體是至關重要 它其實住在一個地方叫腎上腺 它住在這個地方就在腎的上面 其實左右各有一個 其實這個腎上腺它裡頭有蠻多個腺體 都可以透過它去分泌 它不是只有我們講的殼體松 它還有另外兩個激素 皮脂拳筒 雄激素 這三個不同的激素 它其實會對應在我們身體有幾個很重要 調整我們身體 所以其實當這些激素不足或過高的時候 可能身體不足夠 對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免疫問題 第二個就是性慾低下 第三抗壓性不夠 再來有一個就是知識性低血壓 如果你有這四種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非常小心了 可是呢其實為什麼大家很少聽過 就是因為當有這邊的問題的人 不是那麼常見 它的比例上相對下是蠻少的 最有名的一個疾病叫做 腎上腺分泌不足 文賢傑它好像也有敘述到說 它好像懷疑是有自體免疫方面的問題 那確實自體免疫是會攻擊腎上腺 然後要小心有一些特殊的藥物 也可能會暫時性的抑制這個腎上腺 大家會聽到自己講說 反正那應該跟我沒關 我也沒吃藥 我也沒有什麼自體免疫問題 但你要小心喔 第二種叫做功能型的 它可能隨時跟你有關 可體松其實在我們身體裡頭 它是一個白天起床的時候 你的可體松會上升 下午到晚上 你可體松就會慢慢的下降 當你長期持續的壓力 你的可體松就可能產生變化 有些人他在最早期的壓力 他會覺得 我到晚上12點我再加班 所以你會整天的可體松指數 都是高的 OK 那當你這個高峰 它不會永遠這麼高 因為原料總是有一天可能會用光嘛 所以接下來就可能開始產生失痕 我們會發現有些人 白天該高的卻低 晚上該低的卻高 你要知道當我們今天睡眠的一個節律 除了跟晚上的 脫妻肌數上升有關以外 第二個有關的 跟白天的 Cordyso的濃度也有關 你晚上因為偵測不到 你可體松的濃度變化 對 所以你會覺得晚上更亢奮 所以一種功能型的失痕 它到了比較嚴重的階段的時候 他說他越晚 他覺得精神越好 越夜越嗨 我以為他是假裝先抗禁 結果後來發現不是 腎上腺的功能是 真的整個偏低 大部分的上班族等等 應該都是長期處於一個高壓的 對 腎上腺失痕會產生的症狀 包括疲倦啦 失眠啦 這些症狀 恐怕也可能會找上你 飲食的部分呢 當然我們不是要賣肉鬆嘛 對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日常生活中 我們的確有些食物 對於我們身體的一些免疫 或者是抗發炎的一些部分 因為其實很多人 其實常常常都處於一個 壓力鍋的狀態 就等於像是燜燒鍋 會讓我們的身體處於 在一個慢性發炎 不知不覺 每分每秒 慢慢的在侵蝕我們的健康 所以其實的確 日常生活中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 抗發炎的一些食物 幫助我們來調整我們體內的 一些發炎的一個狀態 第一個呢 其實就是深海的魚類 就是所謂的青魚 青魚呢 其實它裡面的一個DH Omega 3的一個脂肪 尤其是DHA 其實甚至比一般的鮭魚等等 都還要來得高 喔真的啊 第二個呢就是洋蔥 平常菜市場阿姨喔 第三個就是黑巧克力 就是你可以當作你平常的零嘴 就比如說欣梅剛剛提到的 就說晚上如果真的比較亢奮 你想要吃一點零食 那我覺得70%以上的黑巧克力 會是比較適合的 第四個就是大蒜 其實我覺得各式的辛香料 我都很推薦 因為大蒜裡面有蒜素 其實也是很好的一個 抗發炎的一個成分 那第五個呢其實是核桃 尤其是那種帶皮的 第六個呢就是酪梨 對於皮膚的抗發炎 其實是很好的喔 那接下來就是十字花科的花椰菜 青花菜現在也有 第八個呢就是有吃就要有喝 所以就綠茶 最後一個呢就是薑黃 尖常生活中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 剛心沒講到的一些症狀 好像都是不謀而合 發生在你的身上 甚至你覺得你自己就知道 自己是屬於長期這種 面對高壓的一個生活方式 對 不妨就可以把這些食物 融入在你的菜單當中 而且我們必須要說 真的發炎 微發炎或慢性發炎 那個有時候人真的沒有症狀 對 當往往在你比較好 你才會回過頭去想 欸為什麼那時候我一直在按摩 對 為什麼那時候我一直覺得 哪個地方落點就一直很痠 一直覺得好像身體 不是這麼舒服的感覺 對 所以假設你有這種狀態 或許你已經發現 你慢性發炎 你要小心喔 或許我們的疾病型的 這個可體鬆缺乏 你不會發現 可是你可能會產生 功能型的低下喔 那明星醫老師 我們這次聊到這裡 下次見 掰掰 掰掰